华联市明里路拥有台湾唯一的琼崖海棠绿色隧道 明园约350公尺的数十棵百年老树夹到成因 深具地方文史意义 而未为互路数景观平台以及友善通行空间 华联市公所经过多年的努力 成功争取内政部营建署600万元经费投入改善工程 14号市长魏佳燕协同议员魏佳贤前往现刊 期盼尽速提升该处的景观再现百年风华 琼崖海棠绿色隧道早期是由事工所建置故事地图走廊 云友木占景观平台联久失修 多处栏杆及平台都已经损坏腐朽 前市长魏佳贤协政之前提送了计划向中央争取经费 也透过他在中央的人脉让经费顺利在今年4月份合播下来 那我们在民地这个问题 在佳贤之前担任市长的时候也多次向 相关的机关来做相关反应 那我们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在去年 我们12月份有送出相关的一个计划书 在今年中央来做相关的核定 那这段时间也拜托了我们中央的一些朋友 能够优先让我们这个计划能够被看到 那也希望说这里能够改善之后 能够改善这里的一个人行步道的安全之外 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在市区的时候可以走上安全的路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维护的部分能够施作以后能够用好维护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建设 那未来有机会如果中央的需求的部分 我们无论是地方还是机关的一个民意代表 我们都全力的会来促成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有中央非常多好朋友 也会持续的来请他们来帮忙地方的一个建设 市长魏嘉燕表示这600万经费得来不易 施工所将会以永续管理原则进行步道环境改善工程 这边今天很感谢我们中央合博下600多万的一个经费给花联市公所 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前市长魏嘉贤议员 在他去年的12月多有争取的提报这样的计划 那今天真的很感谢中央钱已经下来 那未来也希望说赶紧的来回复我们的这个全国海棠的这个部分警官 那因为这边连接到国小国中甚至医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学的地方 那也希望说我们病人在看病的时候 有一个安全可以上来的一个阶梯跟一些步道 那真的很感谢 感谢所有为我们全国海棠努力过的人 这项计划将改善既有的警官平台 完善医院周围的无障碍坡道 还有改善花岗街的人行道 并串联北侧近美伦西畔的河滨公园 进行绿化及设施改善 会刊的现场除了市长魏佳燕 县员魏佳贤 还包括了花莲医院的院长杨南平 还有市民代表魏玉胜 以及民生里里长无名虫都特别到场关心 借了会话案室报道